你会发现特别好玩的一件事 现在我构造一个person 我构造出一个person出来 这个person呢 它上面是不是什么属性都没有 它的圆形里面也就有个constructor 但现在你要真的在控制台里面 你点开这个三角号的话 它会把里面的真实属性完全给你展示出来 你会发现里面还真有一个属性 叫proto 并且这个proto是浅粉色的系统自定义 这是不愿意给你展示出来的 这个proto属性前面两个后面两个 就是这种命名规则 这叫隐身命名规则 然后后面跟了一个object 也就是对象 你还可以点开它 一点开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个constructor 然后指向person 然后还有个proto 这啥玩意儿 啥玩意儿可能不太清楚 咱写得清楚点 person.proto type 加一个name 等于abc保存刷新 再看person回车 是不是里面还有个proto属性 咱干脆把proto属性打出来 person.proto 两个下滑线 前俩后俩 这是隐身的命名规则 这是一种新的命名规则 这种命名规则一般都是系统命名的 它告诉你 咱有一种命名规则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在开发的时候 你不希望你的同事在用你方法的时候 访问这个属性的话 一般给这个属性加一个下滑线 开头 private 这代表一种私人的 就是我这个属性 你千万别给我弄 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属性 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这个属性你就尽量别碰 我直接给你提供方法 你用方法就可以了 这一般告诉从事的一种命名方法 能弄意思吧 就是 Jonescript没有这种绝对的 这种隐身的属性 没有绝对的private 它是没有绝对的 但是咱们可以通过命名规则 去规定它 能弄意思吧 这种前俩盖后俩盖的一个命名规则 就是系统规定的 叫系统说了 说你尽量别给我修改 这是我内部的一个东西 他说尽量别修改 但是他还是能修改 咱们访问一下回车 回车之后 他给你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打开 熟悉不 里面有个name是abc 咱给谁加name了 是不是只给这个圆形加name了 也说这个proto 它里面放的就是圆形 是放的圆形 那这个proto到底哪来的呢 或者说这个proto放圆形 到底有什么用呢 其实是这样的 在我们 听说 在我们用new来勾到这个对象的时候 里面是不是发生了三段式 对吧 三个隐式的吧 第一步干嘛 第一步是不是在里面 ware一个this等于一个空对象 这个对象 跟同学说一下 就第一步有区别 这个对象其实并不是空的 里面上来就有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一个属性叫-proto- 里面指向的是 person.proto-tab 有没有意思吧 这块放的就是person.proto-tab 这个proto有什么用 这个proto就是吧 当你访问这个对象的属性的时候 这个对象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属性的话 他就会通过proto指向的索引 去找这哥们身上 有没有你想要的对象 想要的属性 有没有意思吧 他相当于一个连接的关系吧 把圆形和自己是不是连接到一起了 如果比如说你现在访问 person.name 他先会上自己的一个属性里面去找 有没有person.name 如果没有这个.name的话 他就会沿着proto的指向 上这个proto指向这个地方 去找他身上有没有这个属性 明白我意思吗 就这里面放的是圆形 为什么说这个对象 先找自己的属性没有的话 能找圆形的 就是因为有这个proto 懂我意思吧 就是因为有这个proto proto里面存的是这个 proto存的是这个对象 它的一个圆形 能懂我意思吧 对象一个圆形 也就是每一个对象 是不是都有一个proto属性 指向它的圆形 对吧 指向它的圆形吧 那如果把这个对象的圆形更改一下呢 比如现在 我问一个obj 这个obj 也有name 这个name等于sunny 保存 现在person有没有 drproto 有没有proto 有吧 是不是原来的属性 是不是原来的圆形 对吧 原来的圆形 现在我改了personny -proto 等于 obj 回车 那我再person name的话 打的是谁 打的是不是sunny吧 因为它的圆形改了吧 能弄意思吧 这块能不能明白 说的是啥意思 说的是 这个构造函数 person的构造函数 构造出的对象 的圆形 未必非得是personny prototype 它是可以被经过修改的 能懂我意思吗 它是可以被修改的 为啥说一开始不一定是它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咱们隐识的 你通过new来构造这个对象的话 它是隐识的来一个 where this等于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有一个隐识的属性 叫proto属性 这个proto属性来指向了personny prototype 所以你在这个小的person上面访问一个属性 访问这个name的时候 它先上自己这个对象里面去找 有没有这个name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沿着这个proto上它的圆形里面去找吧 对吧 是不是沿着proto去找 对吧 它能找到它圆形的根本原因 在于这个proto吧 如果你改变这个proto的指向 是不是它就会沿着这个proto指向别的地方呢 对吧 所以现在我改变它的指向 现在我让person.proto 反正这个person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个人对吧 就是一个东西吧 我把这个东西的proto 改了 改成什么 改成obj了 那自此之后 这个person继承的对象 是不是变成obj了 对吧 所以现在你person.name 它自己身上没name 它就上proto上找吧 上proto找到结果 是不是找到obj了 obj上面有name 是不是拿到obj了 对吧 自此之后 是不是它跟这个 原来这个表面上的圆形 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吧 换了一个跌了吧 是不是换跌了 对吧 OK了 没问题吧 这是proto的一个基本应用 懂不懂 注明不清 好 那再考大家一个问题 满点了 满点了 看好 person.prototype 等于 name等于三点 然后person 啥也没有上面 or一个person or一个person 等于newperson 现在 现在person name是谁 三点吧 必须的 对吧 必须的 好 现在person.prototype.name 等于 cherry了 看好 在这执行了 在这执行了 现在然后再访问person name应该等于啥了 是cherry还是suname suname 八戏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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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救手 原来八戏同学 取救手 八戏同学 cherry还是suname suname suname cherry 你确实吗 刚才王强说的啥 你第一遍说的啥 第一遍 第一遍是吗 还行啊 还行 九戏同学 他们未必对 他们未必对 分析一下 现在咱们用咱们的已有知识 是能分析出来的 sherry还是suname 你们都是suname 对吧 八戏同学 是不是刚才都是suname 你们都听完了吧 八戏是不是都这么说的 对吧 不说了吗 他们未必对 对吧 他们未必对 听课都有个特点 就是听完就忘了 对吧 所以早听一遍 未必是好事 对吧 干啥事 对吧 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 怎么可能是suname 你想 这个对象 听我说 这个对象 person.name 他查找name 他自己身上有吗 没有 得找谁 找他自己身上的proto 他的proto是谁 proto是person.proto 是不是proto 那咱现在给 person.proto 的name改了个值 那他访问的必然修改了 对吧 这是不是最浅显的问题了 对吧 我刚才本来想给这个王翔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 因为我听一遍好像说是sherry 对吧 我特意问了一遍 他非常坚定 就是sumame 一脸洋溢对吧 很自信 sumame 没错 不是啊 这是最初级的问题 这问题哪个那么简单 这回答案是啥 这回我在这再访问 挺好 在控制台上访问这个东西 是不是相当于在最下面去写这个东西 对吧 来 啥 cherry还是sum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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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吧 必须的嘛 你写下写前面有什么 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都一样的 这不是最难的 这不是最难的 最难在这呢 person person 从来 person.proto type 等于一个新对象 name cherry 现在person.name 再说 还是cherry 对吧 换了个鞋法 对吧 来 现在不温期了 不温期了 现在基本上大家直直拉齐了 sumame 举个手 坚定不移的 坚定不移的 你举手认为 死都不改了 对吧 ok 放一把 另一种答案 特别举个手 好好好 看看市场 sumame 这个换了种鞋法 应该还是cherry 对吧 这换种鞋法 可换大了 这是换血了 这是换血了 这个鞋法 和这种点的鞋法 可不一样 点的鞋法 是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把那个属性值改了 这可不是 这是把原型给改了 换了个新对象 这种鞋法 可能你现在理解不了 我给你换一种 简单的鞋法 特别简单的 道理是类似的 现在来个引用值 obj 等于一个这个东西 没问题吧 是没问题 然后呢 让obj1等于obj 是不是也 里面建了点东西吧 name等于a 行吧 obj1等于obj了 没问题吧 现在obj1和obj 是指向同一个方件的 好 现在 我让 obj 等于 name b 我问你 obj1是啥 a还是b a a吧 同不同意是a 因为它就是a吧 是不是a obj是b对吧 这个是不是显而弃的理解 引用值的互相复值 对吧 是不是引用值的互相复值 没问题吧 这个 是不是没问题 都没问题吧 这个数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好 那咱们看这吧 那和上面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只不过上面稍微复杂点 上面这个在new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过程 new的时候发生什么 obj1 一个this等于一个 类似于空对象对象吧 里面是不是存了一个proto proto指向谁 person.prototype 是不是存了 是不是存了 person.prototype 对吧 然后这个person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就说person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把它返回给person了吧 然后 然后好 同学们听好啊 这个person.prototype 真正放到这儿 真正放到这儿是不是应该是一个人 放到这儿是不是应该 这是一个名 对吧 这是一个名 是不是真正放到这儿应该是这个名指向那个空间 是不是那个空间 这个就是proto 现在和person.prototype 是不是指向一个空间 是不是指向一个空间 对不对 指向一个空间吧 好 他俩指向一个空间了 然后 这个对象够建完了 然后再然后 person.prototype 这哥们说了 也要换一个空间 person.prototype 把自己的空间换了 proto换了吗 没换吧 proto 是不是指向的还是原来person.prototype 稍微复杂化的点 其实还是那个东西吧 对不对 是不是其实还是那个东西 第一步是啥 第一步是person.prototype 等于一个对象 它原来原来对象 对吧 第二步是proto 刚刚proto 等于 这个对象 对吧 第三步 让这个对象 换了一个空间 等于一个新的 这个对吧 对吧 就相当于把这样 里面写个a 这块写个b 是不是这个结果 是不是这个结果 对吧 所以说必须三倍吧 我能不能理解这块 没问题吧 就是说你别看它长 其实内部的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 这是一个 这是基础规则 基础规则套到一个 隐式的其他的规则里面 去套过去之后 有的时候你会发生 你就会考虑不到这问题吧 对吧 所以这和刚才那种写法 可不是一回事 能懂我意思吧 这和刚才写法不是一回事 为啥不是一回事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刚才那个写法 在这直接改 改的是啥 改的是person.prototype.name 人家改的是属性 换句话 人是不是没变 改那房间里面的东西 那你访问那个房间里面的东西 那就变了呗 对吧 不是改的是人 对吧 下面那个直接换写了 是不是改人了都 改房间了吧 那是不一样的 能懂我意思吧 OK吧 所以这是一个小问题 这回没问题了吧 明白 行了 再变个式 再变式 还这么玩 但是呢 换个位置 放上面来 最后依然访问 personal name 统一三点 举手 统一 再考虑十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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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题别冲动 深思俗虑 你要知道 到时候你比事变是处 可能就是一小道题 决定你命运了 千万别冲动 顺序呢 是写上写下 绝对是不一样 来 现在啊 统一三点 统一三点 这回不能什么都不同意啊 不能什么都不同意啊 来举高点 同一三点 举高点 举高点 让我瞅瞅啊 举高点 让我看清你 好好好 放下吧 同一 Sherry同一 举个手 举高点 让我看清你啊 好好好 放下 哎呀 这孙一璇和许心 就是俩答案 对吧 站在对立面了 那个 来一璇 你说一下吧 为啥是三点 还是跟刚才一样 哦 确实 那现在我问你个问题啊 一拳啊 程序先执行哪一行 你要考虑预编一环节啊 程序先执行哪一行 先把谁提升了 先把这个函数拽上去了吧 是把这个函数拽上去了 你别看写到那 但是他其实出现的位置不该在那 对吧 是拽到最上去了 然后执行哪一行 对不起 然后执行哪一行 执行13行对吧 再然后执行哪一行 是不是执行到21行的时候 掉了一个什么东西 new吧 有new了之后 内部内部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吧 那这回答案应该是啥呀 Sherry吧 是不是下面的紧接着就把这个prototype给覆盖了 对吧 得考虑他执行顺序吧 所以写下面写上面那是不一样的 刚才那个东西写到下面了 为啥不一样了呢 因为他先new了 先把那个对象都已经生成了 知道吧 然后才改的这个 那已经晚了 对吧 现在是没生成的 我就给你变了 那变成谁 我就认谁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 放上放下绝对是不一样 绝对是不一样 OK 懂了吗 一选 OK吧 其他同学了 说明天 现在这个晚序让我给吓了 现在只会点头了 我说懂不懂 晚序第一个瞅 我脖子得伸过来 这个我震动了 千万别点我了 好了 下一个指示点 圆形链 什么叫圆形链呢 大家知道 咱们这个圆形是通过 对象通过proto找到圆形的吧 然后然而你看 然而你看 我现在给你写一个person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对象了 这是个构刀函数对吧 构刀函数 它构刀出对象 可以找到圆形 是不是通过proto 咱们不管那个了 我现在给你看这个圆形里面有啥 圆形是不是对象 你一回事 你会发现这个对象里面 也有一个属性叫proto 咱说了proto 是不是就是指向圆形的东西 对吧 说明圆形 它还有圆形吧 那系统都跟咱们说了 圆形是可以有圆形的 那咱们自己按照它的规则 咱们去假设一下吧 我给你写个圆形的一大堆东西 连成链的东西 Grand 然后呢 Grand.protoshop.lastname 等于登 然后呢 Ware一个Grand 等于new Grand 然后再来一个 F- 叫father吧 father呢 有一个圆形 father.protoshop等于 等于 Grand 然后 看好啊 father 来一个生产出来的一个father对象 new father 等于new father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呢 写一个 son son.prototab 等于father 然后 for一个 son等于new son 最近这个读英文吧 有一些困扰啊 因为我之前我听的东西都是英语 后来我听的东西是美音 搞得我现在不会说话了 这个英语和美音的差距很大的 差距很大的 比如说这个 咱们初中和小学的时候 老师一般不区分英语美音 教育局规划上是 想到通过高中的时候 大家有一定的对英语的学习能力之后 才区分这个东西 是吧 然而到高中的时候你已经对这个东西形成定式了 已经 已经对他放弃了 对吧 然而那个时候没什么用了 英语这个东西 大家应该注意 这个英语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都到了一个特别全民化的一个程度了 特别特别全民化的程度了 所以 咱们还是一个高薪领域的一个人才 这个东西你有意识无意识的 你应该去学习学习 对你来说是有用的 就像未来再过十年之后 我跟你讲 这个互联网IT技能也会像英语一样烂大街 是一个必须必须人人必会的一个本事 你们现在早一步踏入进来了 对未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处的 今天早上起来 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信息 说你给我读个读音 给我发一个daughter daughter不是这个女儿的意思吗 对吧 说daughter你怎么读 我那还能怎么读 daughter呗 我把英语美音都daughter 他不对 他从小上的贵族学校 一开始他的时候 他就会 他十岁的时候英语就已经非常流利了 我小时候学的是英语 英语和你读法一样 就是daughter 而现在我教那帮小孩的时候 他说应该这么读 美音的话是daughter 我还特意给他讲一下 我说daughter不是这么写吗 中间的gh不应该不发音吗 对吧 其实这个东西在美音里面是发音的 发一个轻和的 doctor 应该是doctor 就跟那个doctor差不多了 确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 这个w 咱管叫w对吧 美音里面其实叫w w w w其实就两个up 到一起嘛 w w 他读音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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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listen和这个listen 美国的 美国的listen listen是加两个儿化音的 英语里面就是listen 不一样 行吧 简单说说吧 ok 看这个 放松一下头脑 看这个了 ok 注意 注意听 刚才写了一大串 这一大串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现在 最顶上写了一个grand grand有个prote type grand是个高度函数 然后通过他的高度函数 够到这个对象grand 然后这个grand呢 还是这个father 够到函数的一个圆形 然后这个father呢 通过这个father 够到出一个father对象 这个father对象 是这个son 够到函数的一个圆形 然后现在给这个father里面 添一个this.name 等于虚名 然后给这个son里面 添一个 this.hobbit smoke 行吧 现在 现在看 是不是father 有一个 father有个自身的属性 对吧 然后son有自身属性 现在看好 我这个son 访问自身的属性 smoke 能访问到我 有没有 有吧 是不是自己就有 好 自己就有能访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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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 对吧 自己东西有 那现在 son要访问这个name 自己有name属性吗 没有咋办 按照流程 应该找自己的proto 对吧 找完自己的proto 是不是应该找原型 找到原型 是不是father father身上是不是有 他的原型 是不是就father 在这了吧 father身上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有虚名 对吧 能打出来吧 OK 这还是初级的 son最后再找一个高级的lastname 首先第一点 通过自己 是不是找自己的proto 找自己的proto 找到prototype吧 prototype是不是father father上面捋一圈 一看 你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 怎么办 到头了吗 他不死心 father上面也有一个proto 对吧 father的proto指向的是 father的prototype 是grand的对吧 然后上grand的身上 是不是接着找 有proto就往下捋 上grand的身上 找一圈之后 一看 你也没有 你没有怎么办 是不是找grand的proto grand的proto 只向他的prototype吧 他的prototype上面 是不是才有这个lastname 这个凳吧 是不是能打出来 这个把原型上面 再加一个原型 再加一个原型 这样的一个方法 把原型连成链 访问顺序 也是依照链的顺序 像作用链一样去访问的 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原型链 是吧 原型链的连接点 就是proto 原型链的连接点 就是proto 原型链的访问顺序 和作用链的访问顺序 差不多 都是可进的来 进的一次往远的去排查 进的有 就不访问远了 那东西是吧 进的没有 去一直往下捋 现在你看 是不是有这个凳 对吧 那现在我访问一个 更过分的 上上面有tooth dream方法吗 咱是没编辑的 对吧 没编辑 那找到grand 是不是咱们 一直能看到的头了 但是grand 是他真正的头吗 我跟讲还不是 grand 咱看一下 grand 这proto 下个灰车 是不是上面 人家上面 也有这个proto 这个proto 再点开 是不是这个proto 对象 它是里面指的对象 一个属性 看好 一大串的东西 是不是这里面 是有tooth dream方法的 在下面 对吧 然而这个对象 是什么呢 就是grand 对 grand the prototype 它真正指向的是谁呢 什么grand grand the prototype 里面 the proto the proto 是不是他的原型 是谁呢 是object the prototype object the prototype 是所有对象的最终原型 咱们点开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一哥们 是不是点开之后 可是啥都没有了 就是没有proto 咱看清楚点 object点 proto 你看回车之后 和刚才咱看的东西 一不一样 一样吧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吧 你看 这里面有set get 什么种东西 但是就是没有 原来那个proto 说明它是原型量 中端了吧 你再访问它 你看object点 proto 我想试试 你有没有proto了 一回车 它告诉你 没有了 也就是中端 对吧 它说 也就是中端 所以现在 咱们想访问 上点 tostream 是能找到的 它会把 object的proto 上面的tostream 反映给你 对吧 因为那个就是 圆形那儿的一个中端 能弄去吧 圆形那儿的中端 好了 这是这个圆形 构成的一个圆形量 然后咱们看看 这个圆形量上的增山改查 圆形量上的增山改查 圆形量上的增山改查 和圆形的增山改查 基本上一致的 查看属性 就是可近的来 近的没有就往远了找 对吧 一直找到圆形那儿中端 中端都没有 那就是暗地范的 对吧 中端没有暗地范的 那能给圆形那儿上的 任何一个圆形 删除它的属性吗 反正你通过 它的子孙 是没法删 对吧 但是你要通过 它自个儿 是不是能删 比如说你delate它 比如说你delate它 一个什么 father 点啥玩意儿 是不是这个能删 对吧 这样能删吧 但是你通过 它子孙 你想通过这个 算 点啥玩意儿 你别想删 是不是删不了 对吧 孩子没有这样的权限 只有他本人有 对吧 只有他本人有 删除查看 修改能修改吗 除非他本人修改 否则你后代 是不是没法修改 对吧 后代没法修改吧 然后还有什么 增山改 增山改 增山 增对吧 增 对吧 增忘了 增能增吧 后代什么也没法增 对吧 除非他自己增 对吧 除非他自己增 现在我讲一个小特例 这个特例呢 也不叫特例 但是挺别扭的 就是这个修改 修改这个东西吧 咱不能说泛泛的 这个子 就是子孙 不能说泛泛的 完全不能修改 这个负元素 这个负极的东西 不能这么说 因为啥呢 比如说你看 我现在给father定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引用值 比如说现在 给father加个引用值 引用值什么呢 给father加一个 嗯 我现在啊 给father加个wife five wife是个集合 里面呢 比如说 number one 对吧 number one number one 是 亲妈 对吧 number one 亲妈 number two 小妈 对吧 小妈 ok啊 number two 小妈 ok 先这样 number two 现在先不加 现在访问 上点 wife 有没有 有啊 他爹有啊 他爹有 是不是他爹有 好 现在 啊 这例子举不下当啊 算吧 对按伦理来说不太对对吧 咱换一个其他东西啊 咱先别纠结这个事了 咱们也来举个例子啊 这个按照伦理来说 举什么例子不下当对吧 咱们money吧 money吧 money 啊 比如财富叫fortune fortune fortune吧 re吧 re还ne ne还re 查一下啊 fortune 财富杂志啊 for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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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财富 是吗 是吧 北京有个fortune more 是这么写吧 你看fortune more 一个财富大战吧 财富中心 在这个国贸对面 在这大户场对面啊 fortune ok啊 行 一定要精准啊 无论讨论什么东西 一定要精准 咱不能误人子意 对吧 fortune里面有第一个card card one 叫这个vser vser是一张啊 全币卡 保存 行了 那sang现在要访问这个fortune 有没有 是不是有 对吧 好 现在我对这个fortune 进行一个修改 我fortune 等于200 他跌的改吗 现在你看sang 是不是多了一个fortune属性 然后你要访问 他跌 那个father father点fortune 是不是没变 对吧 好 现在我不这么办 我才不这么改 我在后面加了一个点 我操作你 点什么呢 点card two 等于master 回车 再看sang 有fortune属性吗 没有吧 再看他跌 有fortune属性吗 有吧 打开fortune属性 你看看 是不是有俩 有card two了 改没改 改了吧 但是这种改 咱算不算改呢 因为这种改是什么 你调用了这个东西 你调用了这个东西 对吧 你调用了这个东西 你在这个东西的基础上 又给他增加了东西吧 就相当于你调用了这个东西的方法吧 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个引用值啊 你给这个引用值 加个东西 你不就相当于 给fortune去加东西吗 这种意义的修改 是不是引用值 自己的修改 因为它是引用值 引用值 自己给自己加属性 是可以的吧 无论你谁调 它引用值 它操作的都是自己 因为你这样 你sang点fortune 你别管什么点fortune 是不是fortune被你取出来了 被你取出来之后 你再点name 其实就是fortune点name 给自己加东西了 这不算一种负值的修改 这算一种调用的修改吧 这算一种方法的修改 对吧 是这种东西 这样能理解吗 就这种层面的修改 是可以修改的 但另一种 直接给它加值 覆盖性的修改 是不行的 能懂是吧 覆盖性的不行的 而这种修改 也仅限于这种引用值 原始值 以值白雪的 原始值你只能覆盖 你也不能干别的事 对吧 ok啊 来 那现在跟大家玩小游戏 别的 在这基础上吧 还改它跌 它跌呢 有一个这样的属性 它跌有个number 等于100 行了 some.nam 有没有能还吧 是不是它跌的 好 some.nam 加 加 这操作能实现吗 报报错 我会说报报错吧 不报错吧 不报错 那最后返回结果应该是啥 你别看这100 这100可不是 这100是乱返回的 这100是这个东西 打完之后 它给那数 这不是结果啊 这回我看 发的 发的点那样的 是啥 100 就是不改呗 你意思不改对吧 那都加加都成功了 真不改吧 改不了对吧 那那加完之后 那是不是跑哪了 儿子身上是 100 101 101吧 这过程咋发生的 加加是什么 加加是什么 加加是 加等于一吧 加等于一是 加一再付给自身吧 谁加一 取过来是 some.name 是不是取过来 再加一 some.name先取出来 取的是不是它跌的 然后再付值 付完值就变自己了 对吧 所以它跌的没变 是不是自己都增加了 对今儿吧 这是加加的问题 行了 然后再玩点好玩的 再玩点好玩的 这回干净点 干净点 cualto function person 然后person newperson 这里面呢 有个c name 这里面设计点的 对此知识 咱考考大家 看能不能知道 等于a 然后呢 console.log name 我是不是写错了 是不是直接写name 怎么着他都是错的 因为没这个变量对吧 你至少打印谁的name对吧 谁的name呢 类似点name 好了 现在 person 我要 调用一个方法 叫c name 打印的结果应该是啥 person身上既没有c name 也没有name 都是他继承来的 那他继承的方法 是不是肯定能用 方法实现完之后 是打印this.name 应该打印啥 反映谁的 哎呦我天呐 就一个name 他怎么着 也得是a啊 就他祖先生有吧 这个不用思考吧 那死活都是他了 对吧 现在增加点难度 哎 自个儿也有了 啊 自个儿有的b 对吧 这会打印啥 这会打印啥 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啊 小常识 比如说a a.c name方法 调用啊 这个c name里面有this 这个this的指向呢 就是c name里面的 c name里面的this指向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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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 是 谁调用的 这个方法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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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this 就是谁 谁调用的方法 this 就是谁 那谁调用的 c name方法 谁调用的per name方法 c name方法 虽然说不是你的 但是你调用的吧 你调用的 那this 就是你了 大印的是谁 是b吧 是不是b ok吧 那现在换过来 person.prototype.c name 执行 是不是人生的 人自然可以调用了 对吧 这回答是谁 a的吧 是不是人家自己的 那没有意思吧 好 换个方法 hat等于100 这里面呢 提供一个吃的方法 这个吃的方法 只要他一吃 这个hat呢 他就 加加 保存 person.eat 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 许的方法 有吧 有是不是可以调用 可以调用的话 一回车 是不是调用了 调完之后结果呢 结果是什么 这不是 这不是担任的数啊 担任的数的话 我得访问对吧 访回结果 为啥说这andify呢 因为这个e的方法 我给他设的return值 就是andify呢 那控制台打印的是 每次的return值 你不设的话 return不是andify呢 我默认的吧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 你设一个return123的话 你这一刷新 他就return123了 控制台每次都会 把这个方法执行 return结果给你反过出来 刚才你看看什么东西 能不能是吧 你不写的话 就andify呢 现在你很正常 你再来andify呢 对吧 再看结果是啥 person现在是什么变化 person啥变化 proto type变不变吧 就这100变不变吧 咋着都变不了的 对吧 怎么整都变不了的 他肯定还是 其实这个就是 咱刚才那个的还原 你看person 是不是上面有个101了 你person点proto 找他原型 是不是就100了 对吧 就是那个东西吧 就颠倒顺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ok 讲到这 基本上增产感察 怎么形成原型这样 已经完事了 那现在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 我warr一个obj等于一个对象 这是不是叫对象自面量的 创建形式 这是第一种最简单的 创建对象形式吧 这个对象有没有原型啊 你这对象就跟石头里 蹦出来了对吧 就像他好像不是工厂里造成了 对吧 跟石头里蹦出来差不多 他有原型吗 必须有原型 一展开 是不是这个 为啥说 我说这种方法和这样的构建 是完全一模一样 这是不是系统给咱们提供的一个方法 还说 就是个空的 对吧 为啥说 我说他和他一样的 因为你看obj1 他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对象自面量和直接这么写 那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你要写个对象自面量的话 系统是不是会在内部给你来一个 这个东西啊 对吧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对吧 一样的效果 但是咱话说回来 平时够到对象的时候 能用对象自面量 你坚决不要用这种情况 换句话 这种情况是百年不会建一次的 因为根本就没啥用 你为啥这么写啊 上面这种写法是不是更简单 对吧 所以公司在这个开发规范里面 第一条就明令写的 不是第一条 这是前第一条吧 我忘了啊 就是数组对象 必须用自面量的写法 公司说了 你没有任何理由采用这种方法来写东西 因为太麻烦了 还没有什么用 那东西是吧 你这么写完之后 你又没法写这个属性和方法 写起来也费劲 在里面加自个串也费劲 还不直接写到这里面了 对吧 还不直接写到里面 OK 就是这样的这个函数 这样的东西和这个是挂等号的 那下面这个new object 它的原型是谁 这个obj1原型是谁 这是构造函数 那原型必须是obj1.proto 必须是谁 object 咋着 点proto type吧 这不叫proto type 这必须的对吧 而且这东西是原型的中端 是不是中端 对吧 所以它的原型 是不是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这哥们 obj天生就有这个方法 to stream 对吧 它能制行 是不是反映这个东西 这个to stream 是不是在object 第二proto type上的 然后你看 是不是这有 to stream的方法 对吧 剩下的一大坨 咱先不用管 以后咱慢慢都会接触到的 而你看这上面 是不是还有constructor constructor指向的是object 是不是把这个构造器 给指回去了 对吧 你访问constructor 我就给你返回你的构造器 OK吧 就是你看 虽然说 这个东西object 是这个 这个 咱们通过字面量的形式 穿一个object 但是你要访问成的构造器的话 它还会给你返回这个object 对吧 对吧 反过这个东西 好了 那咱们说 function person 这是一个 构造函数 理论上构造函数 对吧 然后它有一个默认的proto type 默认的proto type 长得啥样 是不是长的就是一个对象字面量 是不是它自然长成这样 所以对象字面量的原型 就应该是object.prototype吧 所以它的原型那的终端是它 是不是毋庸置疑的 对这吧 这没问题 OK 这个没问题吧 同学们 这都没问题 好了 没问题 咱看 先看第四条 第四条叫object.create object.create 这个呢 其实应该放到昨天讲 但是昨天没法讲 object.create 它也能创建对象 就是object上面有个方法 叫create方法 它也能创建对象 怎么来创建呢 比如现在拿个东西来接收它 这里面 系统规定了 你必须要写一个原型 比如现在你可以创建一个对象 并且原型你可以自己指定 啥意思 先给你注释掉 也就是说 现在我设置一个obj 里面有个name 等于sunny 里面有一个age 等于123 好了 然后呢 我现在再来一个obj1 等于一个object.create create方法 然后呢 把obj放进去 那么现在 这个obj1 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象了 对吧 obj1是一个对象 因为它创建完了 反过给你吧 obj1的原型是谁 obj1的原型 就是这个括号里面的 obj 所以现在obj1.name 就是obj1.name 这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创建 对象的一个方法吧 对吧 那也是说 如果说现在 我让它person.prout type 我让这样啊 来一个古老工厂 person.prout type .name 等于这个sunny 然后我现在呢 想通过这个word一个person 想通过object.create的方法 构造出和person 出现出的一样的效果 怎么办 里面贴啥 里面贴啥 里面贴person.prout type吧 是不是让这个person的原型 归到这来 对吧 就和这样的生成方法 就差不多了 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除非你在这个工厂里面 写一些自定义的东西 那就没法模拟了 对吧 那是你工厂自己的特性了 如果你不写东西的话 是不是一样了 对吧 把原型归个位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原型归个位 不就完事了吗 然而现在劲爆的来了 劲爆的来了 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是 阿里巴巴还是网易 我忘了哪年了 就这两年 应该15年14年的吧 有一道选择题里面 其中一项 这是最长的一项 最长的一项 他说啥了 他说绝大多数对象 最终都会继承字 object.prototype 问你对不对 我说错了 我从来不送 提示这么说的 提示这么说的 所有的对象 最终都会继承字 outbladderprose 所有的都会继承字 这个东西 对不对 咱先抛开那个说 咱们上课讲到的 所有的对象 是不是都继承字他 这哥们是终端 对吧 无论你怎么绕玩 你都绕不过他 必须绕绕到这来 但是是不是 javascript里面 所有的对象 真的都继承字 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例外呢 是有的 因为谁 而存在例外呢 因为这个第四个方法 叫object.create 这哥们一诞生 就出现了一个特例 不是现在啊 但是object.create里面 必须是不是添圆形 那我不添东西 是不是就是构造出 一个没圆形的对象了 咱试试不添东西 行不行 我也在这给你试试一下 create 是不是这能 创造出一个空飞像的 一回车 他告诉你不行 你必须添东西 他告诉你什么了 他不看啊 object 咱读一下 object.create 这俩能理解吧 对象的圆形 may 可以吧 only 只能可以吧 只能被怎么的 only be an 他说 一个对象的圆形 只能是 一个对象 or or none 你点开 你会发现 啥也没有吧 原来还有 原来即使没属性 no properties 还得有一个proto 对吧 现在连proto 是不是都没了 那现在 高道车这个对象 就没有圆形 他就没有资格上 圆形上找东西 对吧 又没圆形了 那现在 咱弄出来 object.create 放9 是不是这哥们没圆形 object.create 没圆形吧 没圆形 有突出生上方法吗 回车 他告诉你 object.create.create.create 不好意思 你自己有的 你可以 你要是没有的 你就不能用了 那他是不是对象呢 是对象啊 object.create 你看 是不是还有对象 但是你点开之后 他就没有proto 是没有 能不能人为的 给他设成proto 咱试试 我也没试过 不是 咱们说了吧 圆形不就是上面 有个proto吗 你没有 我给你加上 人为它来proto Proto等于啥呢等于一个对象 Name等于Sonic 回车 对吧回车 然后再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没东西 再看有没有Proto 那现在人没给他设的Proto会不会存在继承特性呢 你看这色都不一样了对吧 这色是不是这样了对吧 这说明是咱自己经历的对吧不是信用经历的吧 再来Object 叫什么叫Name吧 回车呗 好不好使 不好使吧 是不是Make的家的不好使系统不会读 对吧所以说 这个圆形这个东西是一个隐世的内部属性 你家是不管用的 对吧咱们可以去 系统给咱们了咱们可以去改 但是系统说你 没有这个东西咱给他加上系统是不认的 对吧系统是不认的 就是说现在你看 是不是刚才说 全部对象都会继承自 Objector prototype是错的 一定是绝大多数吧 是不是有特例 是有特例的吧 OK吧 有特例 然后咱们再看哈 刚才那个例子挺有意思的 说 叫什么来着 May only be May only be an object Or no 那现在我放数字呢 这不里面没说 没说肯定 报错吧 这不原始值是不行的 只能放那和object对吧 放数组啥都可以 数组就算object OK 行了 这是这些值得点 然后再说一点 那个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 讲tostring这个方法 是不是讲过tostring的方法 讲那个类型转换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 tostring的时候让大家计数两点 我说undefined和man不能掉到tostring吗 知道现在为啥吗 你要说数字能掉到tostring 因为它们能经过包装类 去一层层往上访问对吧 包装类能包装起来 它也是一个对象 对象的最终的圆形 这样的中端 是不是肯定是oplight的prototype 他们肯定是有 但是undefined是没有包装类的 它就是一个原始值 它也没有圆形 没有圆形 你就不可能有tostring方法 能弄的是吧 它是没有圆形的 它也不是对象 它也不能经过包装类 那它就更不可能有圆形了 对吧 所以你先这样报错的吧 那它也没有圆形 它也不是对象 所以你网上访问 是不是也是错的 只有它俩没有tostring 或者说只有你 只有它俩 加上你自己勾造出来 没有圆形的这个东西 对吧 没有tostring 剩下都有对吧 然后至于这个tostring 咱们来探究一下 tostring什么东西 123.tostring 现在大家看一下 tostring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拓展一下吧 这个各个 就是各个变量 各个属性值 要这个tostring返回的结果 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这事吗 比如现在tostring是干嘛 tostring把它变成一个 字符串形式吧 数字.tostring 这例子举的真恶 tostring tostring 是不是能给你仿佛一个字符串形式吧 就能把它变成字符串吧 数字.tostring 当然这么调用是不行的 数字.tostring were一个num 123 num.tostring 是不是123 能把它变成字符串吧 都能把它变成字符串 让我解释一下 为啥这么调用不行 这么调用行吗 不行 为啥不行 首先识别成符点形 回车 你这个点啊 正常对象里来说 是不是点是调用一个方法 但是数学计算这个点优先级是最高的 他会认为123后面应该是点456 或者点什么其他东西 他会当成符点形了 你符点形后面加字母是肯定不行的 对吧 所以他不会优先识别为对象调用的 所以你数字的话 你必须转换一下 给他转换一个变量 变量在点 他就会识别了 能懂得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然后咱再看 字母串在点 没意思了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现象是 Ware一个OBGA 等于这样 OBGA点 图斯定 他给你返回的 不是一个字母串形式的大括号 他给你返回的是这东西 看到了吧 他给你返回这东西 那这是为啥 问大家问题 对象调用的图斯定 是不是object点 prosetype上面的图斯定 这是毋庸置疑的吧 因为他一层父亲 是被到那顶端了 对吧 而数字这个调用的呢 或者说 那什么的调用的呢 他们的图斯定调用的是谁的 我给你讲一下吧 数字你想用这个方法的话 想用图斯定方法的话 他肯定没有方法对吧 他得先进行包装一包装吧 是不是new number new number 然后把这个namb放进去 然后点图斯定吧 这个new number.tos定是谁的呢 new number 它的原型 是不是number.prosetype 是不是number.prosetype 对吧 number.prosetype上面 它就有一个图斯定方法 然后number.prosetype 它上面还会有一个 number.prosetype 它也有原型 它的原型是 object.prosetype 所以这是一个原型链吧 是不是原型链 那原型链 原型链的话的意思就是 假如number上面的prosetype上 有这个tos定的话 那我就不用用你object的prosetype 是不是我有就不用了 然而它上面有没有 它上面是有的 所以number掉的tos定 是掉的自己重写过的 这种原型上有这个方法 我自己又写了一个 不同功能同一个名字的方法 叫重写 我再说一下 原型上是有这个方法的 然后我自身又写了一个和原型的方法 同一个名字 咱不同功能的方法 叫做重写 叫同一个名字的函数的不同重写方式 能懂意思吧 这个重写是应用于后端的一些静态语言 比如说Java私家家里面都有一些方法重写 一个类里面有很多个方法 这个方法方法名都不一样 返回值 类型不同 形态力表不同 所以这叫方法的重写 通过你返回值值 静态力表的不同 不同传餐 它会掉不同的方法 那个叫真正的重写 但咱们这个也叫 比如说 object.prototype.tos定 是有这个方法的 然后呢 继承它的这个人 比如说number.prototype 是继承它 对吧 继承它的人 这上面也写了一个方法 也写了一个方法 叫tos定 只不过它俩形成的功能不一样 这种东西也叫方法的重写 能懂是吧 以后要考题 说你考一个 让你写一个方法的重写形式 你就写一个同样的名 不同功能 实现不同方法 实现不同 这个这个功能的东西就可以了 懂懂是吧 要重写 就比如说 倒过半仙 就比如说 它上面 我把这个概念给你讲清楚 它上面有个图形方法 是不是任何继承字 它的这个对象 都会用这个图形方法 对吧 现在呢 我person 我写了一个person 这个东西 person这个东西呢 their prototype 是一个对象 是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肯定继承字 oplast prototype 对吧 那现在我要生成一个person 生成一个person 那现在呢 这个person.plototype person.toStream 是不是原形这找到终端 找到那个oplast prototype 上的东西 然后一直行 嗯 刷新 啊 我得把它注视掉吧 我要是自己写出来了 是不是不对了 是不是用它原生的 进化自己的吧 现在再来 是不是会访问 那oplast prototype 图形论对吧 会访问到那儿对吧 现在呢 我要把那个东西 给重写掉 什么叫重写呢 比如说 应该找到原形 那是中断去找它 对吧 现在我不想找到中断 我想让它 调用我自己的图形方法 那我就再进路 去截断它 是不是完事了 什么叫超进路 你肯定会先找我personal prototype 对吧 现在我上面是没有图形方法 我要是有的话 你是不是不能访问 那个object对吧 对吧 那我就写一个 写一个 然后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呵呵 对吧 而现在你调用 图形论方法 是不是就会反而呵呵 因为咱们的进路 是不是截断了 这种和它原形带上 终端名字一样的方法 但实现不同的功能的东西 叫做方法的重写 不知道什么叫重写吧 就是我要覆盖你 重写那种东西 对吧 重写是一个泛泛的概念 比如说 系统是不是自带了一个方法 叫object.procept.tos 对吧 它是不是自己写好了 但是我就要把你的东西给覆盖 我也叫你这个名字 是不是也叫一种重写 对吧 也叫这种重写 对吧 也是一种阶段 我自己写一个 我就不用你那个了 我覆盖你了 比如这样 我在这写一个 哈哈 我把这个东西扇的 就像刚才写那个 是的 它是不是也会 执行 会执行我的吧 能懂我意思吧 这块能不能走 叫方法重写吧 方法的重写 不但存在于我们和机器之间的一个 我写它 我重写它的 机器它自己 就是程序自己 它也自己重写自己的东西了 比如说 object.prototype上面 它有tostream方法 自来就有 能懂我意思吧 但是呢 它让number.prototype 上面有了一个 也有了一个tostream 自己重写的 让array.prototype上面 也有了一个tostream array是够到书组的 但是够到书组的 它的原型也是oplat的prototype 然后boolling.prototype.tostream 它也重写了 string.prototype.tostream 它也重写了 所以 你123.tostream 所以你123.tostream 是掉了谁的tostream 掉了谁的tostream 掉了number的 不是这个oplat的吧 一回车 是不是number的tostream 所以出了123吧 这有啥区别啊 我跟你讲 如果你掉的是 object.prototype.tostream 你出的结果不是这样的 我给你看看啊 但这个事怎么来掉用 咱得需要一个 咱一会儿要讲的指示点 叫core .tostream .core .core的意思就是 让123去掉用 object的前面的方法 就让它掉用者 放到后面 那种东西是吧 我现在让123掉用 直接跳过自己的tostream方法 直接掉圆形的tostream方法 一回车你会发现 它答案结果是这样的吧 能弄我意思吧 所以说真正顶端的tostream 显示出来的信息 是没什么卵用的 你出个object的number 都有什么用啊 是没啥太大用 对吧 所以它后续的一个子孙 它要重写它的方法吧 能弄我意思吧 比如说你让 你这块你写个tostream进去 它会给你返回什么 你猜一下能返回什么 object.bolearn 后面是不是显示类型 对吧 oblite类型 它并不能把这个东西 真正的一件的做事吧 对吧 所以幸亏了它自己 是不是重写了 对吧 幸亏自己重写了吧 OK 当然你也可以任性一点 在原型那变成 你可以重改原型那吧 就是说你改一个number over.prototype.toStream toStream等于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反正肯定关注返回值 对吧 关注啥返回值呢 怎么来写 比如说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老邓身体好 老邓身体好 保存刷新 那over一个num 等于123 然后num.toStream 是不是邓哥身体好 对吧 而且这个事非常神奇 我跟你说 图死军 不然说咱非要讲它 图死军有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咱GP有个东西 叫document.right 网页面里面输出东西吧 然而并不是真正的输出东西 输出的是这个东西 调用一个方法之后的结果 比如说你输入123 输出123的话 它会干嘛 现在我把它注视掉 输出123 是不是就123 感觉没错 这不打印吗 才没那么简单的 我把这个给你保存出来了 保存刷新 这个不行 我看看啊 咱这样吧 咱这样吧 这个东西上次我就知道了 上次就知道 这个东西咱们想强制修改还没法修改 我这样 我生开一个东西 OBJ等于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对象 打印这个OBJ 是不是打印出这个 这漏线的 123吧 123输出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呢 我这块输出OBJ输出一个对象 你看它输出的是啥 输出的是这个东西吧 输出这个东西吧 那现在哈 我让这个对象 变成自己创建出来的create 再打印它 你会发现它报错了 为啥报错了呢 因为这块存在一个 小的问题啊 听我说啊 你这个document.write 往页面里面输出东西的时候 其实它会调用它隐式的toolstream方法 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对象 在真实展示情况 给你返回回来 让你去打印 能懂得意思吧 那假如说 比如说这块里面调用的 其实你这么来写 其实是打印的是toolstream的结果 能懂得意思吧 然而你一个对象 如果没有这个圆形的话 你就不能toolstream吧 你不能toolstream 是不是就不行 怎么来验证 它非得调用这个toolstream方法呢 假如说它还是一个 没有toolstream方法的 它还是一个没有圆形的 一个对象 现在我给它人为 加上toolstream return 老邓身体号 保存 刷新 明明我打印的是obg 是不是出来的是这个 说明它一定会 调用toolstream方法的吧 对吧 一定会调用toolstream方法的吧 OK 行了 这是这些支持点 好今天差不多 我一会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你讲了 然后讲这之前先放松一下 放松不是讲故事 讲一个小bug 咱们今天同学在做这个后面的程序图出现一个小bug 是关于数字类型的 咱们今天是不是讲过一东西叫tofix的 tofix保留有效 保留两位有效数字吧 你先抛开这个 我们来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0.14 这是不是就0.14 0.14 乘以100 看到了吗 0.14乘以100 就变这样了 看清楚啊 这个东西就叫 这个东西是一个bug 这个就叫做bug 纯粹的bug 无法解决的bug 就是javascript精度不准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吧 它会精度发生那么一小点一小点的偏差 一小点的偏差 偏差多少呢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你看真实的数值 它就变这么恶心了 能不能够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数 javascript尽量避免小数操作 即使你要做小数操作的话 你要加一个mass.floor floor或者说mass.sale 向上取整和向下取整 向上取整 向下取整是什么意思 mass.sale 就是给你一个123.234 虽然说四舍五入 它是入不进去的 但是这个东西叫向上取整 向上取整就是 0.1 它都会认为它是1的 能懂意思吧 叫向上取整 mass.floor 和它正好对立 叫向下取整 就是不管你这块 你是999 还是什么种东西 无所谓 我都不管了 割了对吧 把后边都数割掉 数割掉 OK这样 有的时候咱们在做一些小练习的时候 就是一个for循环 0小于10 i++ 然后呢 还得讲个性质 mass.radam 咱们后期会讲的 我先说一下吧 mass.radam是产生一个随机数 这个随机数呢 是0到1之间 听懂吗 这个随机数是0到1之间的随机数 0到1之间的随机数 一回车之后 再来再来再来 0到1之间的开区间数 是0到1之间的开区间数 两个不可能到头 能懂得吧 不可能到头了 这是mass.radam 那现在 比如说你产生 咱们产生十次mass.radam 定一个变量吧 等于mass.radam 然后呢 这个数是不是产生一个小数 0到1之间小数吧 tofix tofix的保留两位小数 OK吧 保留完之后 是不是变0点几几几几几几几了 对吧 然后这数我要乘100 就是想生成一个0到100之间的整数呗 是不是这意思 乘100是不是想生成一个0到100之间的整数 因为这个是0.00到0.99之间的一个随机数 对吧 你乘100不是是0到99之间随机 0到100之间随机数吗 对吧 保存刷新 然后再打印这个数 你会发现有数不准 看 有数不准吧 为什么不准 就和0.14乘100是一样的 0.14乘100一样的 会发生一些精度的一个小偏差 大家这块记一下就可以了 等等 所以咱们一般的时候 在处理这种情况的话 咱们一般 不用tofix的 咱一般不用tofix的 咱直接先乘100 先乘100变成啥了 就是变成这样的了 先乘100 然后呢 取整 对吧 先乘100取整 取整 那就你就不可能说 你就不可能说有这个精度问题了 取整永远是这样 这 这种意思吧 取整是不可能什么 取整 没所谓 所以这块注意一下吧 那天有个同学问我 我提一下 网上给出的说法是 tofix的 保留两位小数有问题 其实不是啊 就是Jarscript精度不准 Jarscript精度不准 这个开发过的都知道 0.14乘100 我们天天举个例子 1乘100 必然出错 在谁电脑上都出错 都一样的 就是Jarscript精度不准的问题 精度不准 会有微小的精度差 你看 我差哪都差这去了吧 对吧 差这去了吧 而且这个小数点后面 多少位大家查清楚啊 小数点后 我再说一下吧 这块讲到数字说一下吧 小数点后能有多少个小数 知道吗 Jarscript最多能有多少个小数 知道吗 咱看啊 0.000 我这是五个了吧 6 7 8 9 10 11 12 13 十四十五 十五了吧 来个1 加上0.12345678 9 10 11 12 13 14 15 再加个1 好使吗 哇天 科学技术法 真恶心 哼哼 从来了 这样 这是15倍吧 15倍加15倍对吧 哎呀 真难为我哈 这科学技术法我不会 你们会吗 你们认识吗 这个 2乘以10的 就是也好使呗 也好使呗 那再来 多好使啊 多好使 再来 18个0 这才一个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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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之前的技术文档全忘掉哈 把之前的技术文档全 之前的技术文档 告诉咱们只能加 只能 你看刚才是法规的15 为 大家促别认为我能操作15 就小数点后 官方规定文档上写的是 能操作小数点后15位 小数点前16位到17位 现在你看到了吧 都能处理了哈 但这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哈 我给它变成两位 看得能不能讲 也能哈 那说明确实可以了对吧 确实可以了哈 那行了 那这个问题以后是不会 这个这个笔试题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因为扎斯贵 前一阵是浏览器升级了 你知道吧 浏览器又升级了一下 升级它之后 那这个这个小点 扎斯贵布内核已经被封满了 已经被完善了 完善到可以操作无数位了吧 因为他后来 他学会用科学技术法表示了 对吧 科学技术法哈 今天学会一个新本 是给你们学的对吧 21-17 是2乘以10的-7四方 对吧 挺好 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没讲这指示点 啊 前面啊 前面咱看一下 这多少个 哎 前面还不行 前面还不行吧 你加完之后是不是一枚了 再来再缩减吧 咱查吧就会 100 文档根本不好谱 我来自己查哈 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八位九位十位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 因为今年出过这样的题哈 我们对这样的题是表示 是表示很愤愤愤愤愤的哈 没必要闲的 咱们扎着会不处理数据数据 数据全是后段处理的 还非要怎么考 15毫尺吧 再加 16位是不是也好识 15到16位吧 看17位好不好识 再加一个 到17位好不好识吧 是不是16位对吧 前16后无穷对吧 后无穷了现在是 前16位 他有一个范围的 有个大数区间的 对吧 不说那个了 最后一个时间 什么0.0.1 14个0 14个0的话 0.1 1234567891011121314 再加个1 再加0.0 再加一样的是吧 回事 这是15位整 这是15位整吗 这是16位整吗 看我写多少个0 我看这是4个对吧 我看一个4个 14个0 再加加0 再加一个0 再加一个0 一个一个加 刚才16位吧 现在是不是17位了 对吧 现在17位了 回事 还是不行 那这么写的话 还是不行 还是后面16位吧 是不是这回前16 后16了 但是你要那么写的话 它是能加出来的吧 这种方法呢 科学技术法 没啥表示吗 哦 那这种形式呢 还是说它加不了 你看这样的话 它是把后面忽略了 17位就忽略吧 前16 后16 请问咱还是记一下吧 可正常计算的范围 的范围 是不是 小数点 前 前16位 后16位 对吧 前16后16吧 对吧 至于那种 有时候能计算 有时候不能计算 咱也不考虑了 稍微记一下 好了 最后一个指点 call of line call of line 我跟你讲 这个指点非常的小 那小到一定程度了 但是应用非常的广 考题 每一次面试和比试 如果这个不 如果这个面试官 他不问你 你就可以换一家公司了 什么这家公司 技术水平根本不过关 知道吧 这必须得问的 call of line 作用 很简单 改变那次指向 还是改变那次指向 一句话就懵了 现在我写一个构刀函数 构刀函数 里面有this.name等于name 里面有this.age等于age 保存刷信 新知识了 87年没讲过 person.new person 里面传 传一个 老邓 传100 OK 整个行动 不要100岁 加油 灰车 是不出这个 没问题吧 好没问题 接下来看好啊 朋友们 person 从来 我来一个obj 这个obj呢 名字叫 我看啊 obj 好别的了 就obj了 空的啊 空的 现在啊 我让大的person去执行 是不是空执行了 执行的话 出不来什么东西对吧 没什么太大意义 然后呢 我加一个.core 听我说 我让这个person 就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 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core的哈 这core是一个方法里面的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啊 道路再说 方法里面的一个portal type里面的东西 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core 而任何一个方法的.core 相当于什么呢 其实.core 才是这个方法 执行的一个真实面目 咱抛开 抛去这个 正常我写一个test 让这个test的执行 是不是正常来说 咱这么写的执行啊 其实内部 它会经历一个变化 叫test.core 执行 这才是它应有的面目 能弄意的吧 就正常你写test.core 和正常写test执行 是一样的 能弄意的吧 是一样的 好了 这个core 除了这么用以外 它还有个更高深的用法 就是core 虽然说这么写 和你person执行 是不大的东西都一样的 但是我在里面可以传东西啊 这个core里面传的东西可了不得了 我现在要传一个东西 把什么传进去呢 把OBJ传进去 OBJ是不是一个对象 空的吧 OBJ传进去之后 这个core就会引导着person 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 发生啥变化呢 它会让person里面所有的this 这么说 它会让person里面所有预设的this 全部都变成OBJ person里面是不是现在有this 你不new的话 是不是this就是 不一定指向谁 其实你不new的话 this指向的是window 默认的 不new的话 this默设指向window 但是呢 你要是person点core的话 把core里面放一个OBJ进去 那你这个person里面执行的时候 你这个this就不再是默认指了 就是它指定好的了 它指定谁 那就是谁 你这样的话 这个OBJ就变成了 this 也就是说 person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OBJ NAME OBJ 这个东西 能懂的吗 现在在里面 实行了一条变化 叫this等于OBJ 然后你再this点什么 你再说 诚哥 那你这么写的话 我想穿参数怎么办 没关系 你在第二位开始穿参就行了 穿一个成 穿一个300 保存 那现在这个OBJ 一回车 它就变成这样了 为啥说OBJ有这样的东西呢 你看 这个person执行 它就是正常的一个方法执行 这个点core的方法 第一个 core的第一个参数 会改变this的指向 第二位以后的参数 会当做正常的实参 去传到形参里面去 所以这个第二位的实参 对应的就是函数执行的 第一个形参 第三个实参 就会对应函数执行的 第二个形参 有没有意思吧 第三个实参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会把OBJ来改变 这个类似指向 就是说core的根本作用 就是改变类似指向 有没有意思吧 我借用你这个方法 来改变你的类似指向 你说这个方法 其实本来是一个 勾到函数对吧 但你勾到函数里面 是不是有this 只要你有this 我就能改变this指向 我通过core的方法 是不是借用你的方法 来实现我的功能了 能懂我意思吧 是不是借用你的方法 来实现我的功能 对这吧 懂不懂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你看 这个core把这个OBJ传进去之后 是不是相当于 把OBJ传进去了 传到this里面去了 然后this变成OBJ了 在执行的时候变成OBJ了 利用person的方法 说把OBJ给成全了 OBJ又有name又有age了 然后勾到完了之后 是不是这个OBJ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这吧 就利用别人的方法 是不是实现了一下 自己的功能 明白我意思吧 句话懂不懂 过去呢 战影呢 过去懂不 很无奈点点头 我给你重讲一遍吧 听我说 首先第一点 person.core 这么来执行 这个person的话 他和直接执行person 是没有任何分别的 懂懂是吧 直接执行这个person 这里面 你看这执行person的话 这个位子 是不是没有指向 没有指向 指的就是window 就是window.name等于一个name window.age等于age 这能懂不懂意思吧 如果给这个core的第一个参数 传进去一个对象的话 比如这个对象 咱们预设好了 是一个OBJ OBJ是不是红对象 如果给core的第一个参数 传进去一个对象的话 他就会让这个person执行的时候 让里面的this指向发生改变 指向你传进去这个对象 能懂不懂意思吧 这个this从此之后就 代替了 这个OBJ从此之后 就代替了里面的this 就变成了OBJ.name等于name OBJ.age等于age 能懂意思吧 你说 不叫继承 是 他还 就是什么 他还会让person去一行一行的执行 只不过执行在this等于 this.name等于name的时候 他会去找this是谁 这个时候this是谁呢 就是你core的第一个参数 用意思吧 这个时候this是谁 就是你core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你core的第一个参数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core的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让怎么的 是不是就可以让person 来封装这个OBJ了 对吧 不是生成 是借助person的环节 制造一下这个OBJ的属性吧 因为你看 我想给OBJ加属性的话 是不是得OBJ点内容 对吧 而人家这里面工厂提供的流程 就是实现这样的流程 那你把OBJ传进去之后 让工厂 对 借别人的方法来实现一下自己的功能 这多好啊 借别人的方法来勾搭一下自己的对象 对吧 这多好 就是借用别人的函数 你怎么每次点头都这么含蓄呢 那每次点头都这么含蓄啊 行了啊 就说到这啊 这个core 然后后面还可以加这个参数吧 还可以加其他参数对吧 这是广告吗 课堂不能指出广告啊 这个core啊 叫apply先不用讲 apply和core一回事 这个core我再给你引申一些讲法 就是现在咱们是同事啊 以后咱们同事了 同事之后呢 咱们在一个部门里开发 一个部门里开发 讲究一个东西叫快准狠 首先这个快就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写的方法 如果能实现我的功能 那我就不用再写了 是不是用了就好了 对吧 是不是这回事 好了 之前诚哥写过一个方法 是构造一个对象的 构造对象呢 有很多有很多功能 比如说构造对象的age name sex 这是我写的一个基础方法 然后我写了点东西 this.name的name this.age等于age this.sex等于sex 现在呢 你说哎 你也需要创建一个 你也需要生成一个构造对象 你也需要生成一个构造函数 你现在有个需求 我也要一个构造函数来生产对象 但是你的需求要覆盖我的需求 你的需求比我的需求庞大 我的需求里面就是名字 姓名 这个年龄 性别就完事了 对吧 你可能还得加一个电话 你可能还需要加一个身高 加一个年级 那种意思吧 你的构造函数可能这么写 你可能说写个student student的里面有name 里面有age 里面有sex 里面有啥 里面有这个 telephone 里面有这个 里面有grade 里面有很多东西对吧 然后你的代码怎么写呢 你说this.name等于name this.age等于age this.sex 这个等于sex this.tel 等于tel 然后this.grid 等于grid 是不是这么白写 但是你的功能 是不是完美的涵盖了我的功能 是完美的涵盖了 涵盖了之后 我就不想让这两个代码 来回重写来重写去 多恶心呢 我都写了这功能 你都涵盖我 你用呗 这时候你怎么来用 怎么靠 怎么来靠 就是我还是希望 通过这样的一个调用方法 调用这个student的 就把我的功能实现了 我怎么靠 怎么靠 在里面靠是吗 来给出点方案 怎么靠 来 送一拳 那再答案来 我叫你送一二选啊 反正微信名叫二选妹妹 二选妹妹 怎么靠 来 新招呢 在new里面靠 咋写 来 来 绿龙 来 向 news有点的后面 在这儿靠 我不要这个结果 各位 把他的扫子扫了 上来对吧 然后呢 person 点 块 name age sex 这想法差不多 还欠点东西 还欠点啥东西 名 一拨 还缺点啥东西 来 这下 哪块加person 这块加person 多号 哎 有点像了 但是不精准 来 你去 这一家person 在这这一家person student的 刚才说 student的 是 这句话 换成student的话 是不是更加像了 对吧 更接近了 还差点 谁能接 来 marry 没想到那边 那谁 坐嘞 给个答案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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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我还没听懂 你都听两边了 没听懂 什么 大点声 大点声 说啥 写啥这块 下面这两 啊 帝子换成啥 哎 终于有人收了答案了 student换成帝子吧 你先看 我先不跟你讲 你先看看这么写 咱们能理解 谢谢 好 看懂科学举手 这个我看明白了 恍然大悟 醍醐灌顶 无体头地什么的 举个手 没那么夸张 举包袋 看懂科学举包袋 好好好 放一个 再给你点时间 这个我希望你自己先能看懂得差不多 我 那个二旋看懂了吗 那个冯锡文 对吧 能看懂吗 看不太懂 旁边的女生叫贺琪对吧 贺什么贺琪对吧 男朋友叫孙振北对吧 能看懂吗 没看 放哪都没事 放哪无所谓 放哪都行 好像懂了哈 来吧看我讲吧 这个东西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和一个真实实战开发的一个企业级的应用 但是比较简单 你现在是对Core不太理解而已 知道这个Core本质上干嘛的吗 Core只有Core和Apply 一会儿我讲了Core不太理解 只有一个应用 叫改变this指向 这个改变this指向导出来一个功能 就叫做借用别人的函数实现自己的功能 它的这个本质导出这个表象应用就是借用别人的函数实现自己的功能 现在Person.Core 是不是一定会调用Person来执行的 会吧 然后我第一个把里面传进去的东西叫this this this 现在是谁呀 咱一new 是不是来了一个 word this 等于个啥啥啥 对吧 word this 什么就是 跑跑都不写了 word this 咱是不是这个this和这个this是一个人 你把这个对象是不是传到这里来了 这个this是不是你这个this了 然后你执行一圈人家的方法 把相应的参数传进去了吧 这个name age sex 是不是就是这个参数的name age sex 实参再变成形参 这个形参变成实参 再放到里面去对吧 再放到再传过来去 然后利用人家Person的方法 实现了自己功能的一个封装吧 对吧 封装完了之后 你现在这个this是不是里面就有name了 然后就有age了 也有sex了 对吧 然后封装完了之后 是不是执行自己的两行 再来个tile 再来一个grid 是不是你整体自己对这个对象的封装流程就完事了 意思这个call写到这就是把这三行语句相当于给拿到这来了 对吧 是不是相当于拿到这来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成格有个方法 我的方法呢是读书 你也有很多方法 就是吃喝玩乐对吧 都有啊 五读俱全的 就是没有读书的方法 然后光当一个工厂要生产一个对象 是让出一个你出来 但是你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 必须有吃喝玩乐加读书对吧 你那套吃喝玩乐都能自己识下了 但是你现在缺一个技能啊缺读书怎么办呢 调用成格的方法对吧 我的方法里面写的 写了一句话 叫this 什么点读书等于什么东西对吧 然后你直接调用call 把你自己功能传到我这来 然后我的方法能给你加上一个读书的方法 对吧 我我这块 我这个工厂能给你加一个读书的方法 然后你把读书的方法就实现了 用我的一个 用我的车间的一个构造方法 加上你车间的四个构造方法 是不是把你就给实现了 对吧 就是个这样的过程啊 你看我给你提供了三个方法 这样三个方法 你通过call来调用这个函数person 是不是能调用这个函数person 对吧 通过call的方式把this传进来 把刚才咱们需要设置那个this传进来 对吧 就是说把student 把这个也就是把这个student传进来吧 把这个student传进来 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改装 给student加个name加个age加个size 然后完事了完事之后呢 继续修改再给加个tile加个grade 就是不就这回事 这过程能不能懂 就大家都理解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所以说你想用别人的方法怎么用 call他呀 把自己的对象放进去 让他的这个工厂给你加装饰 对吧 用他工厂的方法实现你的功能 这多好啊 完续懂吗 嗯 不想要sex啊 你不想用sex 那这块人家已经 就是你一旦person的callcall了 他这三条语句都一定会走的 你是没法选 这是没法选的 所以这种东西只是存在于 你的需求完全涵盖了人家的需求才行 听懂是吧 你的需求完全涵啊 是空可以 空可以 你可以你可以这样 比如说你不要那个sex 你可以加爱迪范的传进去 但你传你肯定得传 听懂是吧 人家写了 好再比如说 再比如说 现在是一个工厂 quare 是一个quare 这个工厂啊 工厂造车的对吧 这个造车的工厂呢 哎造车的时候啊 属于一种模块化造 有的人造轮子啊 有的人造什么其他东西 造轮子这个呢 哎呦 轮子咋写啊 叫什么 W W H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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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你缺了吗 好好好 当然你缺什么啊 嗯 然后什么座椅 然后还有很多啊 很多工作方法 比如说 颜色 color 别的了尺寸嘛 size 别的了 别尺寸了 有这个这个轮子啊 轮骨啊 这个座椅 比如说还有这个 啊 形状怎么说 这片状吧 不是 车磨这种东西 模型 我好多年不背单词了 好多年不背单词了 好多年不背单词了 专业术语那东西的VCRE 好多年不背了 那么着吧 这个轮子我记得是warwar 怎么是这个 那是滚轮的意思对吧 行了不管了 这么写吧 轮子轮子里面呢 有个长宽高啊 长宽高 叫轮子的 轮子的 轮子的size 轮子的size 然后呢轮子的一个style 一个设计模式啊 比如说一个比如轮毂的一个一个一个个性化风格对吧 this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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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while size 等于size 等于while size this style while size 等于while size 然后state state呢可能说有一个舒适程度对吧 comfortable 就c代替了 这点c等于c 颜色啊 这点sit color 等于一个啊sit color 叫内饰的颜色对吧 color sit color 然后这个东西有长宽高对吧 长宽高 hat 宽 with 高 长宽高 长 长是浪个吧 啊 lens也行 行 这么写了 然后this.hat 等于hat 然后this.with 等于with this this.ln ln等于ln 行了 造车这个工厂 啥都不干 造车肯定是一个大的车间对吧 大的车间里面 其实有很多个分的这个部门对吧 每个部门造一个东西 最后拼到一起 大车间就是个屋对吧 就这种形式哈 这个大的车间想造车的话 就是外部人说哎 把这个东西送到车间里面去 车间里面都能造车了 外部人这么说的 其实内部的规则呢 是不是都是这些东西去造的 那怎么来让这个车间去协调这些东西工作 对吧 块他嘛对吧 是不是挨个靠一下 然后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哎呦好多的参数 好多的参数 ok啊 然后怎么办 我在里面打写 我呦是不是让他执行 想进入他的方法怎么办 块吧 把谁放进去 把this放进去吧 然后是不是把参数该放放里头 对吧 哎 然后 c 对吧 把this 是不是还得传进去 是不是还是这个this 对吧 传进去 传进去 去从头到尾 去处理一下 然后再给我 对吧 再还给我吧 对吧 然后呢 will c c color 对吧 其实这个过程是不是和父母教育孩子过程一样的 理论上叫父母教育孩子 但是这父母特别聪明 找了一个钢琴老师 挖放过去你的本事教他 对吧 然后接回来 找小金老师送过去你的本事教他 又给送到小学去 你们就负责小学 再送到初中去 是不是就是这个过程 理论上他还是教育 其实他全是借用别人的方法去教育吧 他只是做了一个选择而已 是不是这回事 他是选择 哎我是用这家的还是用那家的 是这回事吧 和这工厂是一样的哈 然后model model 里面再来 第一个是不是一定第一个得放this吧 第一位必须传的是改变this指向那个人 对 先call 先call 然后放进去 ok了吧 然后在这里面你就随便传吧 wellsense100 轮毂100有点小了对吧 弄不着吧 style style是这个花里胡哨的对吧 花里胡哨的对吧 那是一个啥意思来的 舒服吗 舒适 叫真皮座椅对吧 你知道有的好车他确实有良心哈 你看那个 宾利吧 宾利沐上这个方向盘 要缝合那个方向盘的一个毛皮 就需要多少个小时 需要21个小时去缝合吧 缝合那个手工 纯手工哈 纯手工 不怪那车贵吗 对吧 真的好吃吧 你要说贵还真没多贵 三四百万的车 其实你们能努力是可以买到的 但是那个保养我的天哪哈 人家说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 保时捷的一个保时捷的 法拉利 法拉利一个488488大概是320万到360万之间 配件都下来花400万左右 每年的保养费大概要花到40万到50万 每年再烧进去一样对吧 就是开得起这买得起开不起啊 费劲 像那种小众的车保有辆少的车 你买一个比如说这个阿松马丁DB11DB9 那个东西也不是很贵 跟这个488差不多 但是他维修费就会升一倍 因为少 一旦出什么问题了 送回英国去 一旦保险送回英国去对吧 来回托运 你看那钱花去吧对吧 法拉利是一旦出问题了送回意大利去对吧 送回意大利去 只能这样中国修不了 是那种车吧 你看一个法拉利一个车主 你看他三四百万买的车对吧 但你评估的财产的时候 应该这个人财产在好几千万以上对吧 因为他花得起那个维修费吗 绝对不是一千万的这个 能有一千万这个存款的一个人 卖法拉利他是销售不起的 销售不起的 CG 所以那个东西吧消耗品 消耗品 尽量了 对吧 有家事的什么的就别买了对吧 没家事可以通过那个东西争取一下对吧 你看 对吧 好了 c color color red hat 1800 然后位子1900 lance 下写了啊 4900 OK刷新 car拿出来 是不是该有的全有 对吧 该有的全有吧 来再来 好少的东西啊 没少 1234567个对吧 是不是咱们写的也是七个对吧 七个吧 是不是都有 但是人家这里面可是一行都没写 是不是都用了别的工厂的东西 用别人分布的东西对吧 啊 这就是一个企业里面协调配合开发的东西 总有一些人在写的零部件 这个零部件就叫基础框架 大家觉得啊 可能你们在编程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些东西 那我先给你写好吧 他觉得啊 可能你编程的时候都会用这些东西给你写好 然后到处你去组装那把事了 这种块也是组装的方法之一 那种意思吧 就像那个CSS组装一样 也是组装方法之一 当然了 企业开发绝对不会这么简单的 那次一个东西就等于一行出来了 绝对不可能 后面可能等于一个利益执行函数 一顿处理 然后把结果发挥 那种意思吧 很软性很麻烦的 ok 讲完了core再说apply core和apply core和apply有什么区别呢 几乎没区别 他俩干的事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唯一点区别 他这一点区别吧 真是挺抽人 core是这么写 apply这么写 这是第一点区别 拼写区别 第二 不不不 还有哈 没有的话咱直接说了 还有 第二点区别就是传餐列表不一样 第一位传的都是改变类子指向那个人 第二位 core可以一位一位的传食餐进去 core 说错了 core可以一位一位的像这么的去传食餐进去 apply只能传一个食餐 并且传这个食餐必须是数组形式的 比如说apply后面必须传数组 那说诚哥 那我这么写个变量 我怎么传数组形式 很简单呢 你加括号就完事了 这就完事了 比如说apply后面必须传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你要包含食餐 换句话说 我这么来写 我这么来写 你可能理解更明白了 core 需要把食餐按照行餐的个数传进去 传 传进去 apply 需要传一个 arguments apply传的直接就是一个十三列表 apply只能除了改变这次指向那个对象位 除了第一位以外 第二位你只能添一个arguments数组 等等为什么 那就简单了 那你就 这是不是传到里面 你觉得I未传传到里面 它也是arguments的内容 你直接把它封装成arguments的形式传进去就行了 这是不是就是数组 第二位他传的要是数组 等等为什么 把他都改成apply怎么写 apply 都变成数组 加括号就完事了 一定记住 在后面加括号 你不能把你不能把这次放下 你不能把第一位放进去 不能把第一位放进去 第一位 这个arguments第一位非得写this吗 是不是写对象就行 它的目的是把 那个执行函数里面的this 改变成你所传进去的对象 而这个时候我们想传进去的对象 恰好用this能表示 对吧 是这种逻辑 现在别弄反了 OK 这是carrupply 有人如果问你carrupply是干嘛的 一定告诉的 是改变this指向的 就一个功能 叫改变this指向 有什么区别 传参列表不同 能懂我意思吧 区别就传参列表不同 看一道题啊 真实用 应该是这个 这个我记得是58同乘的考试题吧 这呢 58同乘的 javascript 能看清吗 我给你念一下 javascript core和ply 方法做什么呢 有什么区别 做什么呢 就一句话 改变this指向 区别就是传参列表不同 就这么简单啊 就一句话就完事了 不用跟他磨叽 不用跟他磨叽 咱们原型讲完了 那咱做做题吧 原型和call apply 哎 昨天我记得有一个题 call apply 咱没法做哪个 哪个来的 阿里巴巴那个对吧 阿里巴巴哪 是不是 阿里巴巴 哎 这呢 他吧 对吧 是不是他 他吧 ok 我给抄出来啊 哎 这个题之前我领八级公元是没做了 这题别怎么做了吗 八级公元 这个 没做吗 那从现在说一遍吧 好吧 第一题我说也没说呢 第七八级公元没说的吧 啊 第七八级公元没说的 那这样吧 那这样吧 那这个咱留个作业吧 行吧今天 我今天把这个东西给你们花过去 然后你们回去统一做下去吧 九七同学也有没做完的 八级公元也没做完的哈 由于九七昨天刚讲 今天可能再讲的话 你可能还保有一部分的激励 对吧 等明天的时候基本上你就 重新置领了 对吧 行吧 这一片题全能做了 这一片题全能做了 然后哪一片题也都能做了呢 这个homework 这个东西也可以也可以做了 我看homework 嗯 这个也都可以做了 OK啊 今天留俩作业哈 先留俩作业 一个是这个 叫homework 假如一天忙 但你做这作业的时候 你别给我闹哈 你别 你别右键 open browser 成哥没看着作业哈 这种玩笑我不要给我开了好不好 已经在这里面了啊 打开开圆码好不好 来看圆码 我给你注释好了 就是方便你立即执行哈 把这个东西都做一遍 做一遍不是说把结果算上来完事了 你得知道为啥 你得知道为啥 把这都看一遍 然后还有一个作业哈 在这呢 最后一个是一个小读书作业 咱们先追问我 甚至没有什么辅助读书哈 书的事你先 你先不用惦记 书的事 每一段 该读什么东西 该读什么资料 产生什么样的复习效果 我都给你设计好了 这道特定的课室 我会给你发的 能懂是吧 啊 这一块咱们就读这个 一个pdf 我会给你们发哈 叫javascript模式 0到35页的上半部分 是巴西同学部分 已经读完了对吧 那你部分读完 你就先不用看这个了 你就看后面这个 0到35页的上半部分 要写读书笔记的啊 写读书笔记 这个0到35页的上半部分 知识点 无一例外的 我全都讲过 只不过我讲的顺序 和书的顺序不一样 书产生一个复习的作用 能懂是吧 而且我讲课的顺序 是为了让你理解的 为了让你理解 有可能打乱这个知识点的顺序 这样的话 你重新捋一遍书的顺序 的话便于你记忆啊 能懂是吧 今天晚上会把这个东西 加做完之后 然后发到这个群里 今天你俩作业 OK吧 没问题 然后听我说 哎等一下等一下 我再留一个 再留一个 能力强的同学啊 我先把一个 我先把那个 呃 我看看 题 我会把拥有的这个笔试题 就是说我会把拥有的这个笔试题 是今年的啊 今年的 用的笔试器先发给你 你先把就是 你回家没事干 同学啊 都复习完了 没事干同学 有学的快的啊 你把这个题你回头做一做 有很多题咱们已经开始能做了啊 有一半的题咱现在已经能做了 能弄是吧 先看一下 咱别要求就是 你学的快的同学啊 不要求太快 一步一扎实啊 先把这个弄完了之后 你反过来 你省了很多复习的时间就啊 OK吧 做题啊 三个作业啊